今天的影片呢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啦 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 马来西亚的这个汽车业的一个损失啦 也就是呢这个 Canpro CFE 或者是 Canpro Turbo 引擎呢 正式停产 也就是想以后的 Proton 车款呢 都不会再采用这个引擎啦 所以我今天想拍一批期影片呢来记念一下 这个对马来西亚汽车工业有很大影响的引擎 所以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来听我讲一下 Canpro CFE 的故事啦 首先我先来讲一下这个 Engine 的开发历程啦 在 200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这 10 年间呢 小排气量涡轮引擎在全世界很像爆发式的增长 首先呢最出名的自然就是 FORCE Wagon 的这个 TSI Engine 还有这个 Puget 的 Prince Engine 然后之后很多的舱舱跟进 那个时候的 Proton 在前夕哦 这个 Dado Shizina Abidin 的带领下呢 他们也有一往这个领域发展 所以那时候呢就有消息之处 Proton 正在开发一具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也是为了这个 Persona Replacement Motor 而开发的 在当时呢这具引擎据说啦 它有非常多先进的技术 例如讲这个双 CVVT 技术 还有钢内支喷技术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的车子 只有这个双 CVVT 跟钢内支喷呢 就是一具非常非常先进的 Engine 的 然后在 2010 年 KL 国际车展的时候呢 Proton 也一次过展出了很多概念车 其中有一款概念车非常的红 就算你现在看它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帅 就是这个 Proton Tour 也就是 Persona Replacement Motor 的概念车 这款车就被看作是搭载这个引擎的车款 所以大家对这个引擎都非常的兴盛 可是实际上哦 搭载这款涡轮增压引擎的第一款车 不是这个 Persona 的 Replacement Motor 而是 Proton Exora Proton Exora 呢 其实是 Proton 在 2009 年推出的一款 MPV 车型 不过那个时候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开发还没有完成 所以它只搭载自然进行引擎 就是这个 1.6 公升的 CAN Pro CPS 最大马力表现是 125 HP 峰值扭力表现 150 Nm 然后匹配的四速四排变速箱 这辆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 Packaging 空间大 价钱也不贵 7 万多就买得到了 但是它的最大命门就是没有力 然后加上吃油 于是在 2011 年的年尾呢 Proton 就把刚开发完成的这个 1.6 涡轮增压引擎 搭载在 Exora 的小改款车型上面 所以马来西亚第一款可以买到的涡轮 MPV 就是 Exora 小改款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Proton 的车迷 我看到 Proton 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但是当我去深挖这具引擎的资料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点傻眼 因为那个时候传门讲它有这个双吸 VVT 技术 然后有这个钢内支喷技术 可是到最后呢 这个量产已经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 它加入了 VVT 但是呢它搭载的燃油喷射技术呢 依旧还是这个 MPI 并不是 GDI 也就是讲它的马力并不会太高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38 HP 峰之力表现 205 Nm 然后匹配 Punch 的 VT3 CVT 变速箱 因为在当时呢 这个 VT3 CVT 呢 它可以承受的最大的扭力是 220 Nm 所以有消息指出呢 原本这些引擎的扭力可以更高 但是为了配合这个 CVT 呢 所以他们把它限制来 205 但是无论如何啦 这个 Exora 确实解决了它没有力的问题 很多一开始去开的这款车的朋友呢 都表示这个 Exora Turbo 呢 动力表现其实还是 OK 的 最起码比 CPS 引擎还要更好 接下来到了 2012 年的 4 月呢 Proton 就发布了传说中的 Persona Requestion Model 它的正式名称叫做 Proton Preve 据说这个 Preve 名称其实来自不差调语 它的意思就是正名 然后在当时 Proton 还找来了 专业车手传奇车手 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啦 来为这款车做代言 这个车手表示这辆车的操控表现是真的很好 在那个时候呢 这款车有三个版本可以选择 你买到前两个版本呢 它给你是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你买到顶级版 它配的就是这个涡轮振压引擎 而且在当时呢 它也是 Proton 少数配配了 Pedal Shift 的车款 所以可以看出这辆车就是完全以 动态表现跟运动表现作为主打 官方表示这款车的 0 到 100 加速为 9.8 秒 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去看这辆车 这个 9.8 秒加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 对不对 但是在当年基本上还是以自然进气引擎为主的市场呢 这个涡轮车款横空出世呢 确实让不少消费者 引起了 他们对涡轮增压车款的信心 然后也因为它的价格只是 7 万多而已 基本上比那个时代的 Vios 还有 City 更便宜一些 所以很多人就一窝蜂跑去买这个 Proton Private 这一款车的销售成绩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 最高单月去过 4000 两一个月 所以你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去买这个 Proton Private 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去开发这个引擎 就不会只有一两款车用它对不对 所以在 2013 年的时候呢 Proton 就推出了第三款搭载 CFE 引擎的车型 就是 Suprema S 它是 Preway 的双胞胎车型 差别在一个是四门 Serain 一个是五门 Hatchback 而且 Suprema S 的 Handring 比起 Preway 好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时有媒体募集到 Proton 正在测试这个六速手排的版本 想一下六速手排加我轮是不是很强 可惜到最后呢这个车型并没有面世 当然这个 Suprema S 也是最后一款搭载这个 CFE Engine 的车款 可能有一些拥有过 CFE 的这个车主呢 会表示其实 CFE 不是什么好引擎 当然它不是好引擎 但是它也不差 其实它的表现就是在中规中矩啦 尤其是当年像我们这种 Proton 名 看到 Proton 终于有涡轮增压车款的时候 真的是很兴奋 而且 Proton 开发这具引擎是为了进军欧洲市场 虽然讲它的马力不高扭力不高 也没有钢内磁盆技术 但是这个引擎呢当年它是满足了 Euro 5 的排放法规 它每行驶一公里呢 它的这个碳排放是 205g 刚刚好满足了这个 Euro 5 的标准 所以理论上 搭载 CFE 引擎的车款是可以在欧洲上市的 甚至在当时 Proton UK 的官方网站上面呢 更是出现了 private 的 T-shirt 但是呢到最后都没有贩售啦 其实除了这个 1.6 公升的 CFE 引擎之外 Proton 其实也有开发这个 1.3 公升的 CFE 引擎 而且我曾经在 Proton 的工厂内看到 搭载这具引擎的原型车 分别有 Exora 跟这个 Iris 想想一下 Iris 配 1.3 Turbo 吼 是不是很爽 而且它的马力表现 甚至不会比这个 1.6 的版本逊色 当时呢官方表示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40 HP 峰值扭力表现 220 Nm 所以它的数据甚至是会比 1.6 的这个引擎高 而且官方工程师表示这个引擎随时可以量产 只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它到最后没有跟消费者见面啦 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当然在接下来呢 我就讲到这个引擎的黑历史了 也就是很多这个 CFE 车主的 Tone OCH Oil Cooling Horse 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油管呢 它长期在高温的情况下工作 所以你长时间使用的话呢 会导致它损坏 然后它就会漏油 进而导致引擎损坏 所以在 2015 年到 2016 年这段期间呢 发生了大规模的 OCH 问题 当然官方也有采取行动 就是更换这个 OCH 的材质 让它更为耐用 不过我有听一些 Private Club 的朋友表示啦 就算更换了新的这个 OCH 呢 其实你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的 所以他们建议就是 你的车子在 4 万或者是 6 万公里的里程呢 就要去更换这个 OCH 当然民间也有一些解决方案啦 就是把它换成铁的材质 但是有一些老司机表示呢 千万不要换成铁的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引擎健康程度 我刚才有讲到这个 CFE 从头到尾只有三款车型采用 就是 Exola Turbo Privet 跟 Suprema 然后目前呢 其实 Suprema 跟 Prevet 已经停产了 目前还有贩售的车型只剩下 Exola Turbo 但是 Exola Turbo 也会在 2023 年年末停产 其实也剩不了几个月 在此之前呢 官方就让这个 Canpro CFE 引擎的产线关闭 也代表着这个在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 具有里程碑的引擎正式走下了历史舞台 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这边会吐槽 哎呀 Canpro Turbo 哪里行就是垃圾 不过我以良心来讲 以 Proton 当时的这个体量跟他们的技术能力 能够研发出这一具引擎其实已经不简单了 当然啦外面的引擎会更好 可是要想象下 Proton 完全是靠自己伸出来这个引擎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去看待它 尤其是我在开过这个引擎之后 虽然它讲不上很好 但是实际上它的表现对于一般日常使用真的是还不错的 只是油耗真的偏高啦 这一点是没有办法吸低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呢 这个 Proton Private 的接班人 也就是 Proton SS11 或者是 S70 呢 即将面世的情况下 其实有听闻说这一具引擎也会有接班人 但是并不是目前的 1.5 公升 3 缸 涡轮增压引擎啦 那么 Can Pro CFe 的接班人会是什么引擎呢? 在这边我卖个关子 因为有太多的详情我还不能够为大家公布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 Can Pro CFe 的 Replacement Engine 会是什么东西的话 订阅我们的 Channel 以后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我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引擎的细节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所以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如果你是这个 Can Pro CFe 的车主呢 特别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